第二种创建Property属性的方式呢 是通过类属性的方式来创建 怎么多的呢 怎么样 看着 看着 电影那个类 普通的方法 大家有没有发现 B.A.R.是不是等于一个东西 等于是谁呢 等于Property 然后你接下来把这个方法名 只有名字放到了这 方法名 请问是不是一个函数的一个引用吧 对吧 就是一个函数的引用嘛 那么 原来咱们创建的时候是 你就先定义类 在类里边 你定义各种方法 前面加 AtProperty这个东西 那么这种方式是 什么呢 你把类先写了 把方法也写了 然后你在这里边定一个类属性 请问 这个哥们也不 也不在他里边 但是在他里边 请问 是不是这就叫做类属性 类属性B.A.R.原来等于100 不是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值而已吗 变成了一个对象了 返回值而已吗 这个 返回一个对象 返回一个对象 给了B.A.R. 那么因此你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创建了这个FO 这个实力对象之后 OVG.B.A.R. 就是调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此时对应着 这个方法 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 此时你调这个哥们的时候呢 是他 你这个地方 写的哪个函数名 实际上他付掉这个函数名 你Return是什么 当着这个地方的结果是什么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对象你的这个地方会导致你调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他会根据他去调用他 他把结果返回到这个地方来 听得清楚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 要说这是第二种方式 知道吗 你觉得哪种方式简单呢 好像第一种 好像第二种简单一点 因为第一种 毕竟是不是还有一个 At符号那个东西 对吧 At符号是将来是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点 还是这个时候简单 就是创建了一个实力对象 反而给了B2而已 但是这种情况头 你没发现是不是只能 好像咱们写上一个哥们 是不是只能指定 将来这个是不是就是 我获取值的时候 是不是会掉这个 那么我设置值呢 算数值呢 那怎么办呢 来 这个property这个地方 接收四个参数 property这个地方 接收四个参数 来懂吗 怎么去验证 它接收四个参数呢 来看这 但是iPython help property 看一下 我说这么多了 请问 你是不是直接在 你的里面写了property 那就意味着 你默认就有这个功能吧 默认就有这个功能 我就help直接查 你看 请问这哥们 是不是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第一个 get 第二个 set 第三个 delete 第四个 document mark 啥意思 文档啊 一个文档的一个说明 一个文档的说明 好 那么看这 也就是说呢 这个实际上 它可以结束四个参数 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写将来获取值的时候的函数 要掉到那个函数引用 第二个值 写将来要设置值的时候的函数引用 第三个算数的时候 第四个 你想看一看里边的描述的时候 那个 一二三四 四个参数 好的 来 一看这个demo 瞬间就等了 我创建了一个实际对象 obg指向这个实际对象 obg的bar 请问 我是不是相当于去调用 理论想是不是要调用这个方法了吧 调用这个属性了吧 那这个属性又因为它是properly创建出来一个特色的对象 因此导致了 你这句话 会看看这个地方是谁 这个地方是谁 他就去调 这个调在哪呢 调 在上边 没看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了吧 调他 好了 我再问你了 如果要是这个呢 obgb2等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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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会调谁呢 这个是不是会触发set那个方法了吧 我倒看看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是谁 我就去调谁 能明白意思了吧 如果我接下来再换种颜色 再换种颜色 换种红色 接下来 我这个是啥意思 咱们先说这个吧 先说这个 这个 叫啥意思 删除 删除的时候就过来看看第三个 你写的是谁 第三个是谁呢 我就把谁调用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还有一个最后 这个是谁会调用他呢 如果你想要看一看 这个属性的描述文档 那么你通过类对象 .ber.document 我们直接查看他的文档的时候 这句话就会调这个地方这个值 这个地方这个值是什么 他就把什么拿回来 听懂我意思了吗 基本上就是四种 这是四个地方 第一个 顺序是一定是顺序是一定是确定的 第一个是获取 第二个设置 第三个删除 第四个将来是这个文档说明 这么说理解了吧 一般来说 第四个一般都不用 一般第四个不用 第三个也班也不用 是不是唯独用的是不就前两个呀 一般前两个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一般前两个用的比较多 好的吗 那么到现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啊 咱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 咱们原来去获取一个值的时候 就像咱们刚刚说的 原来咱们获取一个值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要把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想要括号吧 最终的一个体现是 只要有了property 我就可以不写括号了 是不是把它对应成了 还会对我一个方法 但是我不用写括号呀 因为写括号 我得考虑它有几个参数嘛 那么最终咱们就刚刚又讲解了一些东西 讲解了什么呢 有两种实现方式 第一种装饰器的这种 在新式类里边 因为咱们python单默认就是新式类 经典类以后一定会被淘汰 这是百分之百的 未来一定是这个情况 python2呢 很多东西都不更新了 但是现在python3大量都在往python3迁 那么我的一句话是 说到这个地方 我就以这个点为例 说一点 以后咱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公司用了python2 也有可能用的是python3 听到我意思了吧 因为很久之前 咱们国内引进过来的时候 都是用python2 只不过现在python3在强推 在让大一样都在用python3 因为很多东西python2就不更新了 就好比原来我用了iOS6 点几的一个版本 qq现在按都按不了 被逼着你去更新 所以说呢 这个苹果就是这个特点 那么导致什么呢 苹果 不是苹果 这个python python2 在咱们大家工作的时候 有可能有些公司用了python2 但是用不了多久 都在往python3迁 你懂我意思了吧 有可能你去的时候 还是用了python2 也有可能用的python2 正在往python3迁移 python3迁移 就升级 有可能直接用了python3 如果是用了python3 你就省事了 将来省了大麻烦 要是用了python2 老晚还得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因为python2和python3 很多东西都不相同 说得直白点 input是不是就不相同 还有很多东西都不相同 那就很尴尬 相当难说 好朋友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刚刚说的python2 python3说的这句话 python3当中 是不是在三种方式 是不是直接用 但是在python2里边的经典类 这个和这个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程序在python3 这个地方我写了 如果你要是以python2 python3运行这个程序 那么将来效果是不一样的 python3里边的这个地方 会触发哪句话 这句话 这个地方会触发这句话 这个地方会触发这句话 以及python3 有一句两句三句出来 如果要是python2 只有这句 这两句话根本不触发 听懂我意思了吧 这个地方要切记 有这么个原则就行了 那么咱们说的第二种 就是通过类属性来创建 言为这就是你创建 一个这样一个实力对象 给这个类属性 完了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分别表示获取值的方法 引用设置值的引用 散述值的引用 表述 就是这个道理 说了这么多 我跟你说的那个简单的一个使用 有可能你觉得 我还不这么用呢 是吧 费了这么大劲 最终原来你就这么点事 我还不如写什么 get bar set bar delete bar 还不如用这个好事 对吧 你看看下面的东西 张稿 有的人也读底张稿 一般的咱们就直接读张稿 张稿 张狼的张 你可以这么发音 张稿 这个框架 是一个web的框架 就是web的这么一个框架 将来可以干什么的 你通过浏览器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访问的注册页面怎么办 你访问的是登录页面怎么办 你访问的是列表页 页面怎么办 详情页怎么办 有很多很多的页面要处理 所以说呢 咱们就拿着别人已经写的非常好的一些代码 在他的代码上要给东西 那么咱就这个就称之为框架 那么张稿框架呢 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去做web服务器 web这个网站的这么一个框架 而且这个框架 我只说一点 像360这种大公司都是用的张稿 懂我意思了吧 张稿的一大特点 功能权 什么都有 你想用什么 他都有 但是有个特点什么呢 你想真正的把它掌握好了 那需要一定的时间 听懂我意思了吧 越复杂的东西 你掌握肯定时间越长 你开个小车 驾照那个C 是吧 C证 一会儿不就学会了吗 让你去开个挖掘机 挖掘机上面 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档位了吗 还可以转 还可以办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怎么样 很复杂 你不是说你拿了那个考驾照C的那个时间来去 来去 那个那个他的吧 非说通吗 时间不一样 张稿 功能权而大 还有一个 咱们后面还会讲哪个框架 还知道吗 咱会还讲Flask框架 就咱们在后面 会讲张稿框架 Flask框架 这是外部框架 咱们会讲两个Flask 这个这么想 他们两个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个大而全 特别沉 特别沉重 特别大 就这样一样 我为了杀个鸡 还拿个牛刀 可以 这个清量级 相当小 听懂了意思了吧 相当小 你想要的新功能 网上都有开源的模块 直接拿过来 插进去 才能用 也就是说 这个方式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可以自己随意进行组合的一种平台 而这个呢 是一个功能都很全的一个东西 你尽管去用就行了 那里有意思了 这两个在现代的张稿面试里边 基本上都会问 基本上都会问 这两个咱们都会讲 张稿方向就这么说 那么我接下来 接着这个地方 这一部分代码呀 这不是我写的 这不是我写的 你去看一看 人家是怎么写的 这就是张稿 原码里边的东西 张稿 说了啊 开源的 Flask也是开源 都可以有原代码 都可以干净 那么这里边你看 人家定了个类 继承的谁 一定的方法要写的 是吧 通吧 接下来你再往下看 什么有什么什么 get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 这啥呀 好像是另外一种装置器 对 但没说装置器 你不知道这个叫 catch装置器 就是缓团的一个装饰 你甭管 看这个 但大家懂不懂吧 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是什么 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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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了吗 我这个地方 来了个property 等于下 好像get post的 有一个叫set post 有一个post 什么意思 通过这个类 创建出来的对象 点post 要是取东西的话 就会掉这个方法 如果是设置方 设置值的话 是不是就掉这个方法吧 没错吧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真正的大程序 都是这么写的 你有什么理由 不这么写 懂我意思了吗 咱们不会还学 会了 你还学什么呀 那有人说 东哥那是越简单 我又 你又哪个越好呀 通过你要明白一点 通过你要明白一点 咱们现在在学的 这个流程是逻辑 先干什么 再干什么 再干什么 这是逻辑 没错吧 你能拿到的工资 也就是在10到20之内 逻辑 你差不多就值这个钱 如果你要是想要拿到20k以上的工资 你就不能只需要逻辑了 第一步 东哥说了第一步 创业拖鞋子 第二步怎么怎么 第三步 我会了 你能干一件事情 可以 想要20k以上的工资 你应该干什么呢 优化代码 我原来写了100号代码 我做了一件事情 逻辑很清楚 1 2 3 4 5 0 7 8 9 都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我能不能写个更简单的代码 而且把事还做了呢 这就得优化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这不就是一种体现吗 我能少用代码 我当然不用多了代码 你说社会的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把这些东西 你要往复杂了 更高端的方式写 而不是往那个简单的版本写 人往高速走嘛 你原来开了自行车 后来又开了奥迪 那当然是你永远花钱 你去开奥迪 你不开自行车 不是这个道理吗 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复杂 是不是还得定一个这个东西 但是将来使用的时候 是相同的方面 听懂我意思了 这个就是道理了 然后这个就是道理 那么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通过咱们刚刚给大家讲解的 这个property 简而言之 通过property属性 能够简化 将来咱们开发者在调用 某个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流程了吧 如果你要是不给你 整个pose的属性 你不是 岂不是要将来要看张国的圆码吗 你得知道这个是将来干什么的 你得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 你得看圆码呀 多麻烦啊 我只要给你整个属性 你就掉属性 获取属性 是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简化流程 还有一个呢 是在用装饰器的时候 和这个类属性的时候 是不是将来这个方式 还是不太一样的了吧 在类的这种方式里边 同样说到这 我再强调一下 用类的这种方式 用类属性的这种方式 Python2的这个经典类 和Python3的这个新式类 方式一模一样 那么只不过是 在用这种装饰器的时候 Python3的新式类里边 有这两种新功能 但是经典类里边 只有这种功能 这么说的一样吧 就是说 新版本里边功能更多而已 又因为咱们学的本来就是Python3 所以说这个你记得一点 那都可以用就行了 那都可以用行了 目的只有一个 简化流程 这就是Property说行 这就是Property说行 什么都可以用呀 你看的 感谢 感谢